一旦有负面新闻发生,不管与大陆有没有关联,扯上戒选已成为其应激反应,简直荒唐至极。 距离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投票日不足一周,翻开台媒报道,不时有民进党指称所谓大陆戒选的新闻充斥眼前。 打开文章细看,却都是一些八杆子打不着的胡编乱造,民进党选到现在还在碰瓷大陆上绕圈。 每到选举,民进党总惯于操弄两岸议题,不出所料,今年民进党又故技重施,只不过把抗中牌包装成所谓戒选,从赖清德到民进党民代参选人,动辄就扯所谓大陆戒选。 从岛内讨论死刑存废问题,到疑似民进党民代罗智政不雅视频外传,再到疑似罗智政与蔡英文谈话录音被爆出等等,都被贴上所谓大陆戒选的标签。 凡此种种,无不让人感到民进党操弄所谓大陆戒选,已到走火入魔的地步。 戒选的相关说辞仿佛已渗入民进党人士骨髓,成了免死金牌。 一旦有负面新闻发生,不管与大陆有没有关联,撤上戒选已成为其应激反应,简直荒唐至极。 然而,观察近期岛内社会动态,公然戒选的恰恰是掌权的民进党自己。 据台媒报道,为了营造所谓大陆戒选氛围,从去年12月起,岛内检调各单位便全面调查所谓境外势力戒选案件, 特别针对民众赴大陆旅游与转载质疑执政党候选人,或是支持在野党候选人信息等案件展开严查,连卖票的旅行社都被约谈。 台法务部门日前更在台行政机构会议报告中,直接将岛内新住民列为所谓境外势力戒选之首, 还重点针对大陆配偶团体进行歧视性查查,以致人心惶惶。 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?是谁在大张旗鼓的公器私用制造绿色恐怖? 是谁把大刀砍向普通老百姓,意图通过恫吓的卑劣手段影响大家投票意愿?不就是民进党吗? 对于岛内民众来说,不管做没做违法的事,只要民进党想,有的是办法治理。 过往选举中,民进党曾靠操弄抗中宝台,贩卖所谓芒果干骗取大量选票。 今年选举,眼看这些牌都不灵了,又无法炮制如周子瑜事件等推波助澜,唯有寄希望于给大陆泼脏水一搏。 不过,尽管民进党不惜多部门联动制造大陆界选假新闻,但仍未在岛内激起涟漪。 这充分说明,民进党这套老把戏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所识破,大家早已腻了,烦了。 没有政绩加持,光想着挑拨对立,民进党早晚被民众抛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